张华县长主播员关心县内新兴学子 在举行国中基测第一次测验的首日 22日一早 卓县长前往摄于北斗家商的基测考场巡视 为考生们加油打气 也一一向工作同仁及家长们致意 我们今天是基测的第一天 我们到南彰化的考场 北斗家商的考场来探望我们的考生 还有考场的状况 那我们很感谢北斗家商 还有各个提供考场的学校的校长 都到现场来 来协助考场的秩序 各项服务的工作 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提供考场给这些考生 还有家长的学校 那我们看到呢 考场的秩序相当的良好 那在整个场地的布置方面呢 也安排的相当的理想 让我们的考生跟家长呢 有很好休息 准备功课准备考试的一个空间 那我看到我们彰化县的考生啊 大家都充满了笑容 心情愉快 我相信他们都有很好的成绩的表现 那在这个基测的阶段呢 是一个求学 人生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也祝福考生呢 能够肩膀提名 那得失心不要放得太重 那一时的成功的失败啊 成功失败并不代表永久的成功失败 那希望呢 不管是考试也好 平常的日常生活也好 我们都以平常心 活在当下 过好每一天 过充实的每一个小时 每一分钟 卓县长在教育处长林田富 北斗家商校长钟长生等人的陪头下 前往休息区教室为考生们勉励 卓县长不时向考生说 不要太紧张 要放轻松 只要用平常心去面对挑战 相信一定会有好成绩 他也在现场为考生们信心喊话 鼓舞士气 祝福大家都能够金榜提名